212 成報 含元小也應排毒免選腦部 2015年7月22日 港民A03本部《港民報》報道40名居民檢驗血源水平超標 令人擔心居民的健康 有專科醫生稱 原是慢性長期在身體累積 認為即使含元水平不高都應該排毒 亦有專科醫生稱為了避免兒童的腦部發展受元毒影響 建議家長為血源超標的兒童檢驗腦部 建議超標媽媽以精流水開奶粉血液及血液腫瘤 專科醫生楊耀明昨日接受成報訪問時表示 服藥可把身體的元毒排出 他估計現階段血源超標的市民屬於較輕微情況 因為他們均在無症狀的情況下嚴血 若出現症狀檢驗財宿較嚴重狀況 楊醫生又表示為了避免兒童的腦部發展受元毒影響 建議血源超標的兒童應該檢驗腦部 而科專科醫生馮兒良認為 原是慢性長期在身體累積 認為即使含元水平不高都應該排毒 他建議含元量超標的授予媽媽應立即停止胃部 因嬰兒會直接由人奶吸收元 建議媽媽以精流水開奶粉 至於當個胃含元量超標的兒童評估致力 馮兒良表示受限於個別兒童的表達能力 未必完全反映原對他們的影響 不過評估有助跟進監察致力發展 萬性累積如破壞無法復元中 大義科學系教授韓錦倫表示 市民血液含元的情況較預期多 但含元水平不高 無需太憂慮 他認同政府目前會評估相關兒童的致力 他強調若有三分毒 過多的元會影響中樞神經系統 一旦破壞就無法復元 故寧可檢測清楚元的影響 再決定是否用或排元 至於含元量超標的授與婦女 他說只要停止飲用含元食水 改飲精流水或礦泉水 身體的含元量會減低 因此無需停止胃部母乳 暗号 詞文字幕開放 清注文字幕開放 節省 錦 在 , 美